越来越精湛的演技 李志廷可以说是娱乐圈里不折不扣的优质偶像 不仅外在出众还能自己写歌唱歌 综艺里的高情商也是迷倒无数少女 近日李志廷现身杭州为某寝剧品牌站台宣传 现场不仅和女粉丝同传互动 近显小飞红 还现场现唱两首原创作品 唱歌实力无庸置疑 而在近日热播的综艺《旅途的花样》里 李志廷也在旅行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知音《华晨宇》 两个音乐完童凑在一起 就连导演组都直呼 吼不住 同样在节目里李志廷对所有人都是暖到不行 特别是对志玲姐姐 面对曾经因为拍戏坠满的林志玲 节目中李志廷也是暖心呵护和鼓励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无法触及的恐惧 其实对李志廷来说也是如此 虽然恐高又一点点克服 但对于排打戏李志廷确实越来越上瘾了 即使再高难度的动作 自己也是行尸上阵 丝毫没在怕的 因为我自己想走这条路 对 所以就是会 自己要求去尽量完成所有的动作 就是做反应 互相配合 其实看这个 而不是说你内拳转打得有多用力 对吧 我打你不会生气了 我打你不会生气了 我对你刚才那个动作有点意见 但是不兴趣 对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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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